空拍画面中一片干涸的场景 其实是增稳水库 湖光山色变成涓涓细流 轿车也可开进水库底 画面中看起来成为一点白色的芝麻小点 可见干涸面积多大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在增稳水库的最底部 可以看到原本是应该有水的地方 目前因为干涸的关系 泥土全部都均裂了 实际走一趟水库底 举目望去称为一片大草原 有民众带孩子步行横跃水库放起风筝 特殊风景说明水情严峻 目前台南水库有效蓄水量 增稳水库百分之十四点九四 乌山头水库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一 南华水库百分之五十六点八四 二十五号转限制供水的陈登警示 那目前的水位刚好是在一九九左右 那大概落差 整个高差是三十一公尺 在绿树下方跟黄色土坡分界点这一条线部分 就是原本满水位 不止台南嘉义也一样 水库蓄水量只剩一半 若水情持续严峻限制用水 势必冲击需要大量用水的美法店或是洗车业者 多多少少一定会有 这个时候 因为如果你水没有给我们 那客人如果要来洗车 我们没有水可以洗车 那我们要怎么做生意 如果一定要去实施这种限制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晚上夜间 业者忧心希望政府多少能给予补助 受到影响的还有工业用水 只盼天降甘霖 能来场骑士雨 疏解干壳水晴 三逊 廖古雄 胡锡英 古仙 嘉义报道